总统大选蓝绿两边的阵营的候选人 那么晚间的行程可以说是排得非常的满 先来看到台湾大车队晚间是在台北市华中桥的和平公园 举行了年终尾牙联欢晚会 国民党主席连镇以及陈水扁总统先后抵达了会场 连镇是开出了减免汽车燃料税的支票 而陈总统呢则说要提升经济成长率达到5% 台湾大车队行开150桌 有1500个人参加年终尾牙 国民党主席连镇立临会场为大家抽奖 将DVD送给了车队的优良驾驶 连镇表示今年320总统大学 他会为职业驾驶争取免费健康检查 同时也减免汽燃税 我们坚持要让进一层车 这方面免购汽燃税 台下一片掌声高呼连战动算 而台北市场马英勇也随即宣布 下半年企业将推动持悠游卡做建设的政策 现场气氛是相当的热烈 陈远总统也在稍后抵达了会场 叫出失业率降到4% 经济成长率提升5%的口号 并助车队的职业驾驶大赚钱 另外由老牌演员葛向